福利普馬尼拉警方說一名槍手衝入賭場酒店 在賭桌上放火之後搶去一袋籌碼 有36人因為吸入濃煙窒息而死 在貨車炸彈集體造成草材人死亡之後 超過500人聚集在核部門抗議 最少有一名抗議者死亡,4名警察受傷 美國總統川普宣布退出巴黎氣候協議 使美國加入到敘利亞和尼加拉瓜 沒有參與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努力 來自中國高層官員在布魯塞爾和歐盟官員裏面 重新對巴黎氣候協議的承諾 艾創俄比亞政府切斷國內和互聯網的連接 直到6月8號為止 因為高中口涉事體在網上被洩漏 當局希望防止作閉合位